台北市長 接下來應該是誰接棒 應該有什麼樣的 我們講的該有的氣質 教養跟水準 那現在看到 連勝文跟柯文哲之間的一個戰爭 當然民調越來越拉近 柯文哲還是略越領先連勝文 但是柯文哲在MG149帳戶當中 給大家現在印象是什麼呢 面對問題沒有高EQ來處理 還有你的誠信現在也備受質疑 那麼在醫院裡頭是台大醫院 沒有錯全台灣最好的醫院 台大醫師就不應該被檢驗嗎 台大醫師所作所為就一定是對的嗎 像我們昨天提到的 如果大家去到台大醫院 給台大醫師看過病 一輩子就要感恩你嗎 是這樣子嗎 大家有付錢 所以不要以為說 他昨天就到今天都還在講 請連勝文搞清楚 台大醫院救過你一命 那然後呢 好 說這都流於情緒就沒有意義 只是說我們台灣的醫界 的收紅包的文化 到現在依舊還是存在 醫界收紅包的文化是如何進化到現在 用捐款的一個模式 其實整個進展的程序 還蠻簡單蠻單純的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這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我寫的 我問誰的 我問我們前衛生署長楊智良的 非常清楚整個狀況就是如此 這不是我發明的 我們消息來源說 告訴我這樣一個進化的狀況是楊智良 以前叫收紅包嘛 被大家罵到不行 收紅包是很糟糕 台大醫院得一命 後來怎麼辦呢 改成用個小基金好了 組成一個小基金把錢捐進來之後 那怎麼辦呢 要來這申請基金的人呢 為什麼我可以申請 你不可以申請 為什麼我申請多 你申請不多 所以在這裡醫生之間有意見了 不清不楚情況下怎麼辦 於是接下來說叫登記制 在登記制的情況下 一樣人為 所以才會說 外科這樣比較熱門科系 科是不是拿到比較多 那麼在研究單位的部分 就好像沒有能拿得到 因為你在這邊也沒有辦法 有貢獻 不像柯文哲 給賣一個科膜 對台大醫院貢獻當然很多 那其他做病理研究的 S1研究的沒有貢獻 那怎麼辦 於是最後怎麼辦呢 大水庫 到現在來就叫做大水庫了 但大水庫裡頭 到底有沒有小金庫 台大醫院顯然有 但是我們當台大 你看的馬接顯然就不准有小金庫 那麼楊智陽署長 以前待的奇美醫院 也不准有小金庫 可見每家醫院的一個處理模式 跟掌控的嚴謹 在這裡就差很大 那重點是你為什麼要把錢捐進來呢 捐錢的有誰 有可能有的是病患 有的可能是廠商 在這裡是主動要捐的 被迫捐的 還是在這邊遭到醫護人員的暗示 這個可能捐過錢的您 最清楚了 就是台灣現在醫界的文化 那剛剛講嘛 這個葉克摩是 克文哲醫師的專長 那葉克摩的問題 他又有說清楚 講明白嗎 所以我先請教這個紀委員 那麼其實葉克摩的質疑 羅索磊質疑 其實在之前 整個民進黨內部的初選的時候 呂秀蓮也質疑過 你光葉克摩問題 就說不清楚講明白 到大陸去做什麼 在這個MG149張戶頭 葉克摩的捐款也有四筆上百萬 說實在他恐怕 做夢都沒有想到說 他過去這些作為 會接受這樣嚴格的檢驗 所以如果說 參與政治選舉的話 半路出塞 那他到大陸 要推葉克摩也好 被羅書委來指稱 說他不會裝 或是怎麼樣 坦白講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匪夷所思 但是就目前來講 我真的不曉得他會不會裝 說實在的 你也存疑 對對對 但是我不敢指的 因為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有一次在一個場合 看完笑說 你來裝給我看看 當然是辦看完笑 那不管那不是很重要 重要是說 你有沒有夠誠實 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很多事情就是你應該誠實面對 因為你說誠實是最好的政策 不管是之前到 中華大陸推薦A科摩 或是說小護士的問題 或是這些相關的 這段時間以來所發生的這些問題 我們看到只是 說實在迴避 好像不敢 很正式正面的面對 我再次講到恐怕是一種 選戰的考量 就是說反正我什麼事情 我就反擊 不承認 除非你抓到真正的重點 或是抓到真正的證據 再來說 那我覺得 或許 他是否涉及相關的行責 檢察單位 兩邊都相告了 趕快進行來啟動 來偵查 因為姚立明也告羅蘇蕾 羅蘇蕾也告柯文哲 兩邊都告了 檢察官沒有理由說拖延 因為兩邊都告了 不是單方 第二就是說 這段期間以來 其實如果說你 哪些事情 你覺得委屈 或是說你被冤枉的 其實你應該 借機會把它說得更清楚 而不是好 這個事件過去之後 沒有再發燒了 沒有再講 我就不講 我覺得這種態度也是不對的 所以畢竟是第一次從政嗎 還是說他是真的是政治素人 所以素到不知道怎麼處理嗎 可是其實處理起來 邱宇老師 其實整個操作某手法是很政治的 其實還是很政治的手法來操作 現在看到 光是葉克摩部分 也是很多的質疑在裡頭 特別是 葉克摩的錢很多 他還是交代不清 所以說他處理危機 是完全不及格的 那做台北市長 處理危機能力這麼弱 那基本上根本不夠格 我還在建議他到我班上去旁聽 這個我回過頭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今天他會不會裝葉克摩 我覺得不是重點 曾經在南宋打敗完顏亮的運文 他打敗完顏亮82萬大軍 可是他不會打仗 他手無伏襲之力 所以會不會裝葉克摩不重要 但是我認為 他今天他去大陸18市 去推銷葉克摩 去指導葉克摩 我就直接問柯P 那你去大陸這18市的旅費 是從你這個金庫裡面 這個MG149裡面請款出來的 還是有人幫你買單 這可以查 很容易查 柯P很容易回答 這個旅費 中間的旅費 還有你出國去 一天200塊美金 一天200塊美金 到底是廠商幫你出的 還是從這一個MG149裡面 所請領出來的 如果請領出來的有紀錄 如果這廠商招待的 那比較說清楚 誰招待你的 招待的人 跟台大醫院有的業務的往來 邱立委員你可以出來 開記者會之一 他現在公開他的帳簿 在他的科辦 然後我們也看到 羅素雷委員說他要用會計師 要進駐他的 去查帳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 直接在MG149張中去 直接衍生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大家公開檢驗 他必須面對檢驗 但是在這個狀況下面 說理的狀況下面 是可以這樣去做這樣的一個檢驗 因為他自己強調的就是公開透明度 他一直在講的就是公開透明度 我認為他有幾點 就是公開選舉經費這件事情 是有史以來我們跑新聞這麼久 沒有人去公開他的選舉經費的收入跟支出 那你也可以說他是真的跟假的 但是你可以去質疑 但是沒有這樣去公開的 還有沒有公開什麼 沒有公開你的扣角平單這件事情 這件事也前所未見 那他的連結就是說 沒有一塊錢進我口袋 但是沒有一塊錢進你口袋 就像剛剛邱文講的 他有沒有圖利這件事情 那你有沒有拿著這個錢 像剛剛講的 去了中國大陸 像這個過程當中 都去了中國大陸 那這個錢都是用這樣支援 這中間有沒有合理性合法性 這都可以打問號 是好重點是 今天羅蘇勒委員就說到 你今天把這個扣角平單都公布出來 沒有錯 但是如果是現金會在那扣角平單上面嗎 我們待會回來